家住北京的唐英与妻子共育有一对 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唐杰 唐靖 2000年 两姐妹双双考入国内高等学府 妹妹唐靖更是考入了 让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园 可就在一家人往幸福的大道上奔驰时 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厄运 正慢慢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十年间 妻子以及两个女儿接连身亡 2012年 唐英的小女儿 从27楼的家中一跃而下 美丽的花朵就此凋零在风中 有人传言这家人被吓了诅咒 只是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唐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竟然都是自杀身亡 对着记者镜头 唐英更是用尽全力说道 我哪怕豁出自己这条老命 也弄清楚这事 到底是怎样的诅咒 让母女三人都选择了自杀 这一幕幕悲剧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在邻居和同事们的眼里 家住北京的唐英有着幸福的家庭 其本人在北京某中学教书 妻子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平时待人和善 总是彬彬有礼 家中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更是让人羡慕 姐姐名叫唐杰 妹妹叫唐靖 2000年 得利于家庭氛围的熏陶和自己不懈的努力 姐妹俩同时考入了国内的高等学府 并且唐靖还进入了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 时间的脚步走到了2002年 厄运悄悄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唐英的妻子 双胞胎姐妹的母亲 却在毫无征兆之下 选择服下农药离开了人世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家里的人全都无法承受 唐英一直想不通 妻子为何会不辞而别 结婚之后两人虽然也有过争吵 但也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自己一没虐待家人 二没奸淫作恶 家里条件也不是说穷到没米吃饭 妻子怎么就突然自杀呢 为了不影响两个女儿的学业 唐英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两姐妹看出了父亲 把悲痛深深地压在心底 不舍得再让父亲伤心 于是更加努力地学习 希望早一天能让全家人走出伤痛和阴霾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间 姐妹俩陆续完成了学业 走向了工作岗位 姐姐唐杰考取了北京的公务员 妹妹唐靖在清华大学读完硕士之后 被IBM公司录用 并且姐妹俩各自都拥有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而此时渐渐走出阴霾的父亲唐英 也在组了家庭 就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厄运又一次对这个家庭露出了疗牙 2009年 在这两朵姐妹花27岁时 姐姐唐杰却出现了睡眠不好 失落沮丧的症状 经过医院的诊断 唐杰患上了抑郁症 这个听起来熟悉 却从未亲身体会的病症 居然来到了唐英一家人的身边 据医生说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 严重的还会出现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对此病症的了解 父亲唐英的心里打起了鼓 当他看到大女儿唐杰的颓废模样时 他的心里突然一惊 会不会亡过的前妻也是得了抑郁症 而导致的自杀呢 此时的唐英感到一阵阵天旋地转 原来是自己的疏忽大意 没有及时发现亡妻的病症 从而导致了这让人后悔莫及的悲剧 他急切地要在混乱的大脑里里清除一条线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和对王妻的愧疚之后 唐英决定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而厄运的魔手却偏偏要毁掉最美好的事物 就在大女儿唐杰患病的第二年 也就是2010年的一天 他最终以坠楼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噩耗的传来 再一次将父亲唐英击垮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女儿唐杰已经接受了医生的治疗 病情也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 还是做出了如此极端的事情 原来 大女儿唐杰已经到了重度抑郁症的程度 每天吃的抗压药物都是要严格遵守医嘱的 可就在选择自杀的前一段时间 唐杰自己停止了服药 导致了他精神一步步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最终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自己 唐英悲痛欲绝 他质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 妻子和大女儿都相继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难道抑郁症会遗传吗 据专业医师讲解 抑郁症不会通过基因遗传 但是抑郁症患者家属患病的概率 要比一般人高出十到三十倍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也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互相影响 就像一个生活在活泼开朗的家庭氛围里的孩子 那么他长大后也会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相反的话 或许就会造就另外一种人格 此时的唐英努力振作精神 经过两次命运的打击 唐英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他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小女儿唐靖的身上 这是他唯一仅存的希望 唐靖是父亲唐英最疼爱的小女儿 经过妻子和大女儿接连出事 唐英对小女儿唐靖时时刻刻都悬着一颗心 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年之后 2012年 也就是大女儿两周年忌日的当天 唐靖的一通电话 让唐英的心瞬间掉入了冰窟窿 唐靖在电话中对父亲唐英说 我最近睡眠一直不好 压力特别大 听到这里 唐英隐约感觉事情不秒 难道厄运又一次地降临到了这个家 就在唐英对女儿的精神状态忧心忡忡 却又无从下手的时候 小女儿唐靖的丈夫赖俊站了出来 表示请岳父放心 妻子唐靖的一切都交给自己 赖俊和唐靖是清华大学的同学 第一次见到唐靖时 赖俊就喜欢上了这个乖巧可爱的姑娘 在赖俊情真意切的追求之下 两人相恋五年后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家人的眼里 赖俊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为了让家人放心 赖俊还给岳父唐英发送了一条饱含深情的短信 我会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会让生活变得更好 我会照顾好唐靖 会更加爱她 唐英看到赖俊对自己女儿的爱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她相信 赖俊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承诺 这个深爱着女儿的男人 一定不会让女儿受到任何的伤害 就这样 唐靖在两个最爱她的男人之间完成了交接 可就在唐英做出对女婿赖俊万分信任的这个决定后 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会让自己悔恨终生 就在小女儿唐靖出现抑郁症症状的三个月之后 她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 2012年8月26日经医院诊断 唐靖的病情已进入到重度抑郁症的程度 并且在医嘱中写道严防自杀 拿到医院诊断书的两天后 2012年8月28日下午6点 唐靖从27楼的家中一跃而下 一朵美丽的花朵凋零在了风中 阴阳相隔 唐英失去了最后一个血脉之亲 在小女儿唐靖的葬礼上 父亲唐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她趴在已经躺在棺材里小女儿的脸庞 哭喊的声嘶力竭 让道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这位已经60岁的老人 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里 却相继以同一种方式失去了三位最亲的人 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 悲痛欲绝之时 唐英心中一直疑惑不解 小女儿的病情又怎么会突然加重 在医主提醒严防自杀之时 那位发誓要照顾好自己女儿的赖俊又在做些什么 唐英想起 在唐靖病情逐渐严重的这三个月里 她曾经无数次催促赖俊带女儿去医院复查 可赖俊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之后 唐英隐隐的感觉是有蹊跷 于是 她想办法带走了赖俊的手机储存卡 她要清楚地看一看 这三个月里 这个情真意切的女婿都在做些什么 在赖俊的手机储存卡中 唐英发现 这个女婿以工作繁忙为借口 业余时间总是在联系一些饭局 排局 甚至在凌晨时分 还在和一些陌生女人聊天 这让唐英感觉 赖俊并没有像承诺里那样全身心地照顾女儿 反而是在女儿病情加重之时 在外沾花惹草 看到这些内容的唐英 再也受不了 并且她得知在女儿唐靖坠楼身亡的那天下午 赖俊竟然为了出去赶排局 把唐靖交给了自己的母亲 而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竟然没有人询问 独处在卧室里的唐靖的情况 这让唐英觉得 这是导致女儿唐靖自杀的根本原因 唐英认定 赖俊根本就没有把唐靖的病情放在心上 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出门 并把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交给一个 毫无经验的老人去照顾 在唐英看来 赖俊已经不再是亲人 而是间接导致女儿死亡的仇人 在沿岸那不住的唐英 一纸诉状便将赖俊告上了法庭 并且提出了69万元的民事赔偿 他要给女儿这条本不该逝去的生命 讨回一个公道的说法 而就在社会各界对此案议论纷纷之时 赖俊在法庭审理中拿出了一份 妻子唐靖写给自己的遗书 信中写道 你对我太好了 我舍不得你 可又无法阻止自己一天天越来越堕落 你的爱 我来生再报 遗书的通篇都是唐靖在表达对丈夫 赖俊不舍的爱 感激着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 令人奇怪的是 在唐靖的遗书中 却只字未提父亲唐英对自己的呵护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女婿赖俊和岳父唐英 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通话 赖俊在电话中一直强调 希望岳父唐英 不要一直跟唐靖提到死去的母亲和姐姐 这样的话 会给唐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并且赖俊还表示 自己跟妻子唐靖都是清华的高材生 自己可以选择自我调整情绪的方法 赖俊认为 由于岳父连续几日给唐靖打电话沟通 看似在劝慰女儿 实则是在影响唐靖的情绪 她一直渲染着妻子和大女儿的死亡经历 并且言语里全是哀声叹气 毫无希望 从而导致了唐靖的精神状态 被一步步急转直下 才导致唐靖的坠楼身亡 或许唐英是真的爱自己的女儿 但是赖俊认为 岳父的整个沟通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而唐英指责赖俊所谓的不负责 赖俊也不认为如此 由于之前就表明过她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具有排解工作压力的能力 他们选择的方法是避开病症不谈 经常与朋友聊天 看微博上面的笑话等 由此来进行自我排解疏导 岳父唐英和女婿赖俊各执一词 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可不管方法怎样 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 那就是要挽救自己的亲人 可是唐靖在自身病情加重的时候 为什么自己没有选择去医院治疗 反而要结束生命呢 在唐靖的朋友中 大家一致认为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 不管是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她总是把痛苦和悲伤深深埋在心底 从不肯对别人去诉说 如果她自己能够说出心理的压力 那就说明压力已经超出她的承受能力了 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有极高造诣 并且在生活中从不肯向他人诉苦的 一个坚强的女孩来说 超出自己心理承受范围的压力 一旦被自己说了出来 似乎就像是玷污了自己的生命 她需要自己的生命更纯洁 更有尊严 正如唐靖在遗书中所说的 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承受压力的能力很绝望 我将无法面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种压力 我实在无法容忍自己这样下去了 事后 女婿赖俊也给岳父唐英发去了短信 信息中也表述了 妻子唐靖是一个有生命尊严的人 她的选择是维护了自己生命的纯洁性 而此时的唐英却已是满眼泪水 脑子里的恶魔左右了唐靖的情绪 从而选择了一个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但最终失去的却是宝贵的生命 而警方经过调查后也认为 唐靖的死亡和丈夫没有直接关联 丈夫赖俊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女儿过世之后 唐英也在医院里面住了四个月 医生诊断出她也有轻微的抑郁症 所幸唐英现在有个妻子在照顾她 现任妻子表示 唐英念叨最多的 就是2012年六十大寿时 小女儿送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 当时唐靖拿了五万块钱当作生日礼物 唐靖知道父亲向来就很节俭 所以临走前多次嘱咐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自己现在工作非常稳定 可唐英表示 相比较于这五万块 自己更希望收到的礼物 是女儿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余生 2014年7月30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死者丈夫的行为不存在过错 且与妻子的坠楼死亡 不存在因果关联 并驳回了死者父亲唐英的赔偿诉求 逝者已逝 生者安息 希望在世的人都能坚强活下去 讲到最后 还是要说一下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想一下 一个人会突然患上抑郁症 仅仅真的只是自己的原因吗 有时候还能够做出一审判决的赔偿诉求 有时候还能够做出一审判决的赔偿诉求